热闹几股洪海和玉龙合资的洪华先进 创新版上市挂牌 成为台股第一家纯电动车概念股 每股发行价格50元 不过蜜月行情似乎失灵 已平盘50元开出后翻黑 早盘一度重挫9% 不过董事长刘洋伟表示 Model C已量产 海外展望未来将进军北美东南亚市场 商机爆发的还有洪海 SpaceX亚马逊等等 四大低轨卫星营运商 陆市来台谈合作 洪海人保都是重点厂商 回顾上周洪海货外资回头连五买 股价从近期低点94.5元 重返到大陆茶水风暴前 20号开平潭来到102.5元 难道大陆疑虑消除了吗 不过关于洪海或是创办人郭台铭 相关议题 刘洋伟克说是一概不回应 今天是最主要是洪华 如果是洪海的话 可能无法避免要回答这个问题 而看看台股20号开盘指数 17197.82点 下跌11.13点 台积电开盘价576元 下跌4元 大力光上涨超过2% 带动光学类股转强 高价股联发科 智邦台光电走高 居家光电 营建肋股强势 台北股市在连续几天大涨之后 在今天出现了一些小幅度的压回 那么当然从整个新台币的一个走势来说 可以看到资金是不断的涌入到台湾当中 可以看到今天早上的新台币升值的走势 其实也代表外部的资金不断的涌向台湾 而台北外汇市场 新台币对美元汇率20号 新台币开盘升3.6分 来到31.82元 改写超过三个月盘中新高记录 就判接下来回答公布财报 能为AI族群打击强行征 TV的新闻 新闻想要留意宣 台北这么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